既合作又对抗 这种矛盾的情形似乎成了东亚国家之间的常态 越南刚刚与中国发表联合声明 支持亚洲最大国家的统一大业 堵住了蔡大小姐的新南京 转眼又与日本穿了一条裤子 为日本提供插手争议海域的平台 我认为无论日本与越南如何上蹿下跳 在现今都失去了赢的可能 美国不感兴趣 特朗普一性阑珊 日本被迫占到对抗前线 本身就是败向的前兆 例如日本这几天 尽管在越南为东方大国布下两个陷阱 却惨遭美方打脸 日本知道已经指望不上菲律宾 尽管安倍在2017年初 给杜特尔特送上约合87亿美元的大礼包 可这阻止不了 非方搭乘顺风车的决心 杜特尔特在5月22日公开表示 已经改变亲美外交 不希望在自己的国家看到美军 还希望中俄提供国防设备 连美国都没讨得面子 作为美国的忠权 日本更是丧失了信心 好在越南是2017年 亚太经合组织的东道主 日本像嗜血的水质一样 发现了机会 每日月三个国家 在5月20日演了出 520爱情宣誓 日本最大军舰 准航母出云号 以及护卫舰连号停靠在越南中部的 军事港口金蓝湾 与此同时 美国海军一艘高速运输舰 从19日起也停靠该港 日煤渲染 每日舰艇 首次同时停靠金蓝湾的意义 就是对华进行军事威慑 这是日方部下的第一个陷阱 如果能结成美日月准军事同盟 必然能够牵制东方大国 在东方和南方的突破性禁机 在经贸上 日本在越南也发起了最后的冲刺 希望能挽救TPP 不过就像瓜岛之战士一样 美方还是用最无情的方式 轻松粉碎了日方 无畏的自杀式冲锋 5月21日 越南作为东道主 举行了亚太经合组织 第23届贸易不偿会议 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 莱特希泽再次郑重重申 美国决定从中最终退出 未来的重点将转移到双边谈判 为了让美方回心转意 安倍政府做出了100%的努力 早在2017年初访问越南时 安倍就拍着胸脯说 肯定会让特朗普回心转意 结果特朗普上任 当天就签署退出TPP的命令 安倍气势汹汹的杀到美国 结果小手被握得生疼 心也在滴血 压根就没赶落特朗普的虎须 日方发现单打独斗不成 又联合TPP 除美国外的11个成员 联合施加压力 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 声称即使美国退出TPP 这个游戏依然要继续玩下去 还渐渐地表示 永远对美国敞开大门 等待美国的回心转意 为认为不能低估日本的尺度 这句话的确是对的 当然日本纠集的这个草台班子 尽管连裤衩都输光了 嘴上依然叫得很欢 澳大利亚表示 TPP规则现在不利于美国 不等于美国不会在以后的适当时机 重新加入 新加坡方面叫嚣 TPP少了美国依然能够对抗 中国的belt and road倡议 可墨西哥方面的一句话 代表了很多成员的心意化 如果美国施行贸易保护 我们还有中国 事实上无论是拉拢越南 增强军事联系 还是付出巨大政治与经济成本 维持僵尸一般的TPP 日方的最终目的 都是要结成一张 捆绑住东方大国的大网 我发现如今的形势 就像是两个高手对决 一方谨守门户 让对方尽量出招 看看其功夫深浅 日本在竭尽全力围堵 发动了全身的内力 这恐怕就是个耍猴游戏 日本在越南忙得不亦乐乎 可在5月21日 缅甸方面却释放出 对华友好的信号 中年两国海军 首次举行了海上联合演练 地点在缅甸的莫塔玛湾海域 日本的破网到处都是漏洞 其实最聪明的还是美方 看到体力不济 就挂起美国优先的免战牌 先积攒一下力量再说 折断这段时间 就派日本出来折腾折腾 当然美方熟视无睹的行为 在日方看来就是拖后腿 尤其是前一段时间日美炒作 特朗普政府因中方压力而要撤换太平洋司令 哈里斯更是危机感的体现 这个每日混血的太平洋司令 更像是个日本人处处维护 日本利益不说 还接连三次申请 在敏感海域进行挑衅巡航 却无一例外遭到白宫的拒绝 深感大事不妙的日方 因此选了利用舆论来逼迫白宫 不能轻举妄动 可日方拖得了一时 却拖不了一事 日本努力编制的防华网 更像黄粮一梦 菲律宾成为大漏洞不说 日方刚刚拉拢上越南 还没来得及庆祝 南亚方向又传来中方的欢呼 我认为无论是钻石构想 还是印太战略 都像一个逐渐干涸的湖泊 belt and road 倡议则像一条大河 吸引了越来越多 原属于湖泊的支流 就让日本继续动用资源 去干无意义的事吧 随着咽喉被东方大国掐得越来越紧 日本得到的氧气会越来越少 好